今天最主要我們來到大同區 是在昨天8月9號 我們臺北市也發生了第一期本土登革熱的案例 那當然我想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是嚴正以待 而且用最嚴謹的態度來面對積極處理 所以在昨天當中央警官署也正式確認 臺北市這第一期的本土案例之後 我們即刻成立了區域的緊急應變中心 所以當時我們第一時間 也就對於個案居住的地方半斤100公尺的範圍 進行了一次的傾銷 對於資深園的部分我們家也清除 那另外我們後來又再進行第二次 就是戶外的部分 對任何有容易積水的地方 包括盆栽包括廢輪胎等等 我們在特別比較小小巷弄 我們都會再次做一次噴銷 希望能夠徹底的來減少相關 並沒有資深的地方 登革熱因為他的潛伏期比較長 所以我想我們會對於第一個至少這個個案 依照規定我們會持續的監測到8月31號 另外我們對於個案的同住家人 另外有三位我們也即刻做了相關的處置 那當然目前我們也會持續的觀測 那目前狀況都還好 最近因為台北市盆地碰到百年的升溫 所以很多的民眾來跟我們反映 特別到北捷搭乘捷運的時候 體感溫度上升感受非常的悶熱 所以昨天我們也決定調降 在非間鋒時段24度 那間鋒時段我們會降到23度 目前相關的費用我們都是可以支應 那在夏天天氣連日的時候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調降溫度的方式 讓民眾都能夠感受到 我想當成北捷的程測品質是優質的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使用 在馬上有什麼形狀況 拿來支撐 一張安心 感谢观看